过年大鱼大肉 很多人过完年都想要去报名减重班了 但您知道国小生也要体重控制吗 排北市的富安国小就很特别 成立了国小生的体重控制班 因为校内有不少学生的BMI值都超标 尤其每到年假过后 同学们可能又没有好好控制饮食了 希望他们从小培养运动习惯 校方规划课程 让学生们练体能大量流汗 终身一响小小体控班出动了 下课时间他们可不得嫌 有重要任务在身 跳不到时下就喘到不行 满头大汗但老实在盯 动作可不能停 他们是北市富安国小生 看了就知道爸妈养太好 整群BMI值都超标 护理师着手排课表 获得多数家长支持 自愿加入魔鬼训练班 利用大下课时间 天天都得照表操课 吃太多了 就是跑很多圈就肚子不会太胖了 继续长高想瘦下 就是可以信任我们 跳伸可以让我们长高 我的体重降 有没有进步可不是小朋友说得算 老师每半个月都验收一次 详细记着小朋友们的身高体重 为了要养成他们的运动习惯 真的不容易 但碰上过年大魔王 老师也害怕只能千金您万交代 这个特别的回家作业可不能忘记 可以跳绳的你就在这个小人上面 连上一条线还要加上体重的管理 那这样看看他的体育 如果说他们都有做到 我们开学就会奖励他一颗篮球 我们这个体重班到目前大概已经三年半 培养他们的运动习惯以外 其实对他们的那种学习的态度 还有甚至他们生活态度 其实都有很大的改变 认真跟着老师动自动 小小体重班一定都能顺利毕业 小小体重班成功 解宋湘玲约凌帆台北报道